德国战待后下场究竟有多么悲惨 苏联士兵又是如何报复他们的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大量的德国士兵闯进了苏联的领土之内 他们不但在这里对苏联士兵发起了多方面的攻击 而且还在短时间内 给苏联当地的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伤痛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做法 让他们成为苏联人最为痛恨的存在 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 他们闯进了德国的首都柏林 不但将这里的女人当成了玩物 而且大部分的人民下场都非常悲惨 这些人究竟经历了些什么 他们为何对苏联士兵如此害怕呢 让我们起来走进苏德交战时 希特勒在陕纪波兰获得巨大成功以后 又顺利突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 并且对英国进行空袭以后 德国人在一线战场上变得越来越疯狂 希特勒认为自己一定会是这一次战争的胜者 此时的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那就是对自己的盟友苏联发起袭击 要知道在战争开始前 苏联和德国签订过友好条约 双方约定不会向对方发起任何的进攻 苏联在这之前也从来没有介入过本次战争之中 希特勒的突然袭击 让苏联意识之间陷入了被动之中 斯大林将大量的士兵派往了一线的战场 希望能够尽快抵挡进攻 避免国家成为希特勒的附属品 到了后来就连国内的女性都被送上了城楼帮忙守城 短时间内国内的情况可以算得上是非常悲惨 苏联人和德国人因此结下了较大的梁子 而德国人在进入苏联城市以后 他们强强民语 肆意屠杀老百姓 以此来震慑和威胁苏联 斯大林在得知前方的情况以后 更是对自己手下的士兵下令 只要抓到这些德国人的存在 一定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他们全部杀死 只有这样才能够为自己的同胞报仇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 苏联对德国和日本发起了反攻 希特勒眼看自己的士兵不占据任何的好处 立刻命令众人向后退去 而苏联士兵也乘胜追击 很快打到了德国的首都玻璃 面对这样的情况 希特勒的心里感到格外恐慌 他一方面命令自己的士兵 继续在一线战场上进行反击 而另外一方面又为自己筹备着后事 甚至想要通过易容的方式从城内逃跑 只可惜他所有的计划在这之后都彻底失败了 苏联士兵对他可以算得上是恨之入骨 怎么可能会放他从德国城内离开 希特勒用一把手枪结束了生命 苏联人得到了战争的绝对胜利 但与此同时 他们也开始了对德国人民的报复 就像之前德国士兵在苏联国内所做的种种一切一样 这些苏联士兵会在大街上抓捕当地的可怜女性 脱光他们的衣服以此来羞辱 除此之外还会剃光他们的头发 要求他们站在桌子上跳舞 凡是之前参与过战争的男性或女性 只要落到这些苏联士兵的手里 一定会被他们直接杀死 而且死相大多都非常的悲惨 国内所有的居民都知道 这一次的战争对于他们来说 到底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 希特勒在极度无奈的情况下 也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只可惜他的死并没有能够为德国群众带来一丝生机 德国人仍然生活在极大的阴影之下 而这些苏联士兵更是在街上毫不犹豫的烧杀抢掠 将这些德国人当成了自己的玩具 他们会将婴儿扔在开水里面活生生的烫死 也会将女人拉到房间里面进行监污 然后将他们的肚子划开 任由他们的内脏器官全部流出 然后再学着德军的样子 将这些女人的头颅砍一下 挂在附近的房上当灯笼 有不少的女性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家人的安慰 在这个过程中都成为了苏军的玩具 直到各方面签订了相应的条约 希特勒也为此付出了终身的代价以后 这些苏联士兵才终于遵守双方之间的约定 准备从这里撤走 只可惜他们给当地女性带来的伤害 却是永久不可磨灭的 这些女人一直等到很多年以后 都记得这些可恶的苏联人 在他们的领土之上究竟做了些什么 而那些无辜被害的女子 在这之后的多年时间内 更是一直生活在当年的阴影之中不可自拔 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可怜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